大家好,我是莊浩文 今天我们来看一座1903年的老建筑 它是一座将军府 这个将军府从外貌上来看的话 看起来比较普通 而且它的设计比较有意思 这个是我从走到正版的位置 我们看一下 左侧跟右侧的设计思路完全不一样 右侧有罗马柱的设计 然后左侧全都没有了 在网上查到 它属于是俄罗斯建筑风格 但是这种不对称式的建筑很难找 很少 它是第一任铁路局局长 霍尔瓦特的府邸 霍尔瓦特是1903年的时候 任中东铁路局局长 它本人是跟沙俄有亲戚关系 所以这么重要的职位给了它 现在这里呢 作为老干部活动中心 疫情期间呢 我们暂时进不去 他也是俗称白毛将军 他为什么叫白毛将军呢 是因为这个人啊 在40岁的时候 胡子跟头发全白了 所以大家就称他为白毛将军 这个白毛将军野心很大 在苏联1917年10月进行十月革命的时候 他想在哈尔滨独立一个政权 结果失败了 在1920年的时候呢 由于 可扣工人工资 不给工人发工资 让哈尔滨各界联手给撵出了哈尔滨 跑到了北京 从此以后这个房子呢 就闲置了下来 进不去啊 怎么办呢 整栋建筑呢 就右侧这一部分看起来呢 挺好看的 因为右侧这一部分看起来是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 女儿墙上呢 也只是一个花形 只是一个西式的卷草纹 也没有写特殊的文字什么 今天 赶了十多公里的路 想看一看老火车站 进不去 想看看水塔 进不去 看看这个江军府 还是进不去 这个视频拍的 我的心里 以下情绪就没有了 等等吧 等疫情结束的 我一定给大家拍到这些建筑的内部 一定啊 今天呢 视频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见